橘色与黑色小花猫坐在派出所门口 仿佛小门神 派出所收留的流浪猫流露出幸福肥 罐头上贴上习气洋洋的喵字春联 充满过年气氛 大年初一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亲自前往新北永和新神派出所 颁发春节加菜金给留守执行远景 还不忘带猫罐头给派出所浪浪加菜 总是看到他有缺那就买 猫罐头的话就感谢肖副总统的赞助 对啊 让猫咪的伙食可以好一点 这是肖副总统给你的罐头 躲在椅子底下个性害羞 远景透露这两只流浪猫 平常都在派出所周围巡逻 宛如另类的猫界所长 平常同仁们都会轮流买干饲料给他们吃 这回小美琴亲自送来猫罐头 让所猫家菜实在好贴心 因为我们算是24小时都 就是待命那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过年的感觉 但是肖副总统来发红包的时候 就会觉得真的是有 刚好真的有在过年的感觉 春节廉价是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 而派出所远景仍坚守岗位 持续为治安交通打拼 军副总统肖美琴亲自前往派出所慰问 也让人民保姆倍感握心 明星文前教练 言文谦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